三国的三位英雄 三位英雄 三位英雄 所谓徐帅就是黄金军的高级将领 黄金军三十六方 大概也就三十六个徐帅 所以已不熟悟 他的功劳第一 这个比曹操的功劳要高 刘队更是望尘莫及 以战功封个杂号将军是没问题的 可是最后他只得了一个单定都位 就是太守的军事副官 这个明显不品配合 为什么呢 原来出征前 傅谢上了一个书 表示之所以有黄金之乱 就是因为太监乱国 这一下得罪了太监团队 在论功行赏的时候 自然就把他降级了 傅谢一生气 干脆这个部位都不干了 后面汉灵帝照他当一郎 他是个喜欢掠食物的人 所以就去了 接下来韩岁 编章在梁州造反 黄金松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 倒是董卓鸡贼 保全了部队 这时候司徒催列提议干脆放弃梁州 听到这个言论 傅谢立马站出来 表示应该马上将司徒斩首以安定奸下 这个态度就太牛递了 毕竟司徒跟日御郎的级别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从此 傅谢就出名了 很多人想推荐他当大官 连太监也想跟他和好 但他压根不理会 我行我索 最后被排挤出击 当梁州下面的一个太守 这就是把他火坑上推打 梁州正战乱 他一去 数千普喜就围了管 知道守城的是傅谢后 数千人跪在城外 求傅谢投降 并保证护送傅谢回家乡 傅谢的儿子也劝 说天下大乱 皇帝是王八蛋皇帝 还有一群没蛋的王八蛋 我们没必要死撑 干脆回家 然后招募勇士 等有道的人出来 我们再来救天下 如果按这个计策 以傅谢在北地的威望 至少也是一个马超吧 但傅谢拒绝了 带着兵马出战 慷慨赴死了 二 盖军这位也是梁州人 也是官宦世家 也被举过教练 威望也极重 边章等人叛乱 把季线围了起来 他带兵援救 一顿赫士就让边章退了兵 跟枪人交战 他身中三创 倒在树边动不了 已经交代后事了 说我死了 你们把我埋在这个树下 结果枪人还不肯杀他 说这个人是闲人 杀了他我们会倒霉的 盖军一点也不领刑 反而大骂 视他们违反贼 让他们赶紧上前杀了他 搞得枪人相当无奈 只好把他绑起来送了回去 到了后面 盖勋进京 当时的汉灵帝对这些北地将领还是很好的 这些人出身世家 能文能武 个个都很有才 又不像中原氏族一样喜欢权力 所以汉灵帝很喜欢跟他们聊天 而到了董卓进京 唯一敢不鸟董卓的就是盖勋 别人见了董卓是下跪 只有他只是拱拱手 盖勋曾经想联合黄辅松起兵讨董卓 但黄辅松胆量太小了 没感动 因为这盖勋总是郁郁寡官 没多久就死了 死前还跟家人交代 董卓送来的东西不守 如果盖勋不是死得这么早 那应该也比吕布的成就大吧 前面两位虽然死得早 但毕竟灵气已经很大了 而下面这位 论能力应该很突出 但在三国里 竟然下落不明 这个人叫郭典 在黄金起义时 此人是巨鹿太守 跟着董卓一起打黄金 东卓攻打张宝的取样 打了两个月又没打下来 为什么呢 三国志集结里讲 卓不从巨鹿太守郭典计 顾败 就是说没听郭典的 所以失败 董卓这个人 搭仗其实很一般的 剑是也一般 曾经跟黄甫松一起打仗 江比江 董卓得拿去当肥料 什么事都落在了黄甫松的后面 他能成事 只有一个 敢干 剑牌就缩了 成功了皇宫过夜 失败了唐岛点灯 那郭典提了什么意见呢 郭典建议董卓作为浅 把张宝围起来再说 但董卓不肯 于是 郭典只好日夜进宫 吓得张宝不敢出来 当时就有人说 郭军围浅 总将不许 其令古令 化为柴虎 来我郭军 无畏强域 转息之间 极为穷辱 一一惠君 宝完强土 因为攻了两个月没拿下 董卓被撤职 换了皇府宗上 终于拿下了曲阳 实际 宗复与巨鹿太守 冯一国点攻脚地堡 余下 曲阳 又斩之 搞不好 这个斩张宝的功劳 还是郭典的 因为这一战 皇府宗拜狙击将军 领济周末 而郭典这个武将 却完全没有了消息 不知道跑哪去了 有人说 他化身国家和店位 依然活在三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